另一方面 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挑战失利 对此身兼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深夜在脸书发长文感叹 自己在台北市八年政绩 没能转化为选票意诸黄珊珊 必须要深刻的反省检讨 而黄珊珊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卸票行程 对于下一步是否挑战2024立委选举 她表示现在的工作就是卸票 谢谢 我会加油 谢谢 站上吉普车 黄珊珊亲自向选民道谢 一路上有民众特地停下车 热情朝她挥手 还有人比爱心 更有小朋友跑步追上黄珊珊 向她打招呼 替她加油打气 有别于前一天紧张情绪 黄珊珊周日看起来心情轻松许多 但脸上眷容藏不住 心情一直都很好 你对一个死过一次的人 你觉得她的心情会怎样 所以对我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人生的功课 还是有很多的人她是希望跳脱蓝绿捆绑 我相信我们只要一直努力 终有一天会有这样的空间 全力以赴冲刺之后 黄珊珊下一步也备受关注 会不会再战2024港国立委选举 现在还有大批网友敲碗 希望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 邀请黄珊珊继续当副市长 黄珊珊没想这么多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似乎一整夜感触很多 柯P脸书发出一篇940字长文 提到自己以致电向长安道贺 希望尽快指定双方PM 进行局处对局处交接 不让台北市政因为市长转换 出现延误 并致电诚实中说声辛苦了 也反省说道 我八年来的努力和政绩 没有办法获得市民肯定 来继续支持黄珊珊 自己必须检讨 尽快2022台北市长这站没能拿下 但柯珊接下来每一步 外界高度关注 将被李虹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